而高雄市有一位太太她因為下肢疼痛 兩年前她到小港醫院去進行一種手術 脊椎腔內馬菲幫補植入手術 結果呢開完刀這位太太的雙腳好像電擊一樣 一直在那邊抽動 那麼主治醫師在北部開會 那麼就電話當中指示護士增加馬菲的劑量 好了這位太太馬上失去意識了 從此呢半身癱瘓還不能夠講話 那麼她的先生控告醫院醫療疏失 檢方起訴了兩位醫師 但是醫院堅持處置的過程並沒有錯 高齡74歲的柯先生 每隔兩小時就得替老伴翻身拍背 儘管吃力仍然咬牙硬撐 但一想到兩年來 已經花光400多萬的退休金 不知道未來該怎麼辦 老人家紅了眼眶 存下我們兩個人 沒有孩子 沒有 我是13年前退休的嘛 那時候花到現在就逃脫和分 接下來日子怎麼辦 買盲子啊 躺在病床上的柯太太下肢疼痛 兩年前到響港醫院進行脊髓腔內 馬菲幫補植入手術 事後她雙腳像被電擊般的抽動 主治醫師電話指示護士增加馬菲劑量 柯太太太隨即失去意識 從此半身不遂失禦 只有留守一位醫學院的那個學生 學生不是值班的喔 還學生而已 學生喔 我按這個鈴趕快叫他們來 學生來還有三位護士 以外通通沒有人 電擊電擊一下電 這樣是不是電擊 電擊一個鐘頭就運動了 我也說這個是一個程序啦 就是治療的程序是沒有什麼 說是有什麼舒適的問題 愛妻走路進醫院卻躺著出院 柯先生認為醫療舒適 對醫院提告 檢方調查後也認定 醫師沒有注意脊髓打入馬菲 可能抑制呼吸才會釀禍 將兩位醫師起訴 但小港醫院堅持醫師處置沒有錯 近代司法調查 中天新聞林鄭彥包經營高雄報導